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731点 升47点 国企指数升不够1点 还在11923点 暂时达市成交102亿左右 看见春节临近 外围股市其实做得不错 见到今早港股轻微高开之后 暂时缺乏方向 你觉得在今个星期只有两天半市的情况下 港股是否会在门局责服上落 看回现阶段势头 整体然见到港股的表现 虽然看到有很明确的声势 但表现真的算不错 主要原因是看回现阶段 其实外围方面 其实上周 互相对是星期四 星期五 表现非常良好的 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外围方面 特别像欧洲的经济上都比市场好 但对港股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始终焦点在内地的经济表现如何 因為剛剛公佈完的一些經濟數據 都明顯看到現階段內地的經濟效行壓力相對比較大 但是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由於現階段市場都見到 有個很明確的消息 都見到內地的經濟效行壓力大 都會普遍預料 短期來說 甚至在春節假期之後 或者在二月份之內 都會有機會再次去減存進率 或者去減息等等 都是有機會發生 所以在這個放水的憧憬下 短期後四來說 港股的表現就未必說會太過差 不過始終究竟 第一會留意在二月份 春節假期之前 還是春節假期之後 還是可能在三月才去減息 或者放水等等 這個很大的未知之數 亦都在說一個比較難預測 究竟是何時會做這些相關的行為 所以短期來說 官網氣氛會相對比較濃厚 所以我們又看回 從技術走勢上面 會留意恆子的表現 現階段見到 恆子經過上星期五的反彈之後 都從上了10天和20天線 大約是24,500點在這些位置 見到這兩條平均移動線現階段 都升到大約接近24,600點 這些水平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只要恆子 不跌穿24,600點這些位置 在這些衝景下 就是放水的衝景下 後市來說 是會有條件太好的 不過恆子要重拾升勢 第一都要起碼突破25,000點這些位置 但我也相信 因為假期前 始終官網氣氛比較濃厚 是否能夠突破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困難的 所以短期後市 我覺得恆子比較大的機會 就會徘徊在24,600點至25,000點這些區間 至於內地股市 今早曾經都升過一波 不過見到最新又跌下來 見到上證綜合指數 暫時跌了5點 做近3,198點 而深圳成分指數跌3點 做近11,439點 是否同樣都是看著這個春節假期前後 剛才你也提過 經濟數據做得不太好 好,好像我們見到1月份 這個廣義貨幣供應M2的餘額 就按年增長10.8% 而這個人民幣新增貸款 就增加了1.478億元 1.47萬億元 見到其實這個新增人民幣貸款 都高過市場預期 是否代表著其實在一個需求面上 內地的新增貸款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內地經濟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倒反而會不會令到減息的預期 或者放鬆的預期略為減低一點 其實今次的數據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如果你只看新增貸款 都看到新增貸款的增速 額度都高過市場預期 亦都高不少 你看到放貸的力度 相對地表現不錯 但你會看到今次的M2增長 反而是市場的焦點 最主要是說這個M2增長 10.8% 都說是創紀錄以來甚低 其實都說到M2增速這麼低 市場可能會擔心 是不是在內地方面出現一個資本流出的跡象 在這方面 可能性會相對比較大 至於在現階段 見到美國加息的預期 都不斷地升溫 因為經濟數據的向好 聯儲局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聲明 都說到可能會壓後加息 如果美國真的在年中開始加息 不排除資金會慢慢回流在美國市場上 所以對於內地來說 都會造成一個走資的壓力 再加上內地未來可能會不斷地減息刺激經濟 反而都令到資金流出的壓力相對比較大 所以其實看回到 現階段市場普遍都預期了 內地未來來說 減息減存償率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之大 所以就看回到 就算在這方面來說 但是會造成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會令到M2的增長速度 真是較預期為低 其實你就看回到 特別講到新增貸款上面 其實過去幾年 都見到新增貸款最終全年的目標 都達到中央的預期 但是你看到現階段 M2方面的增長速度 是低於官方的目標 這方面會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我也相信 最終如何吸引資金流出的情況 最終要看回到實體經濟上面 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 能夠令市場有個信心 保持到本身目標7%左右的增長速度 這方面對資本流出來說 能夠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 可以減少資本流出的速度 所以我相信 最終我會見到一些市基經濟的政策 會有機會短期來說出台 所以我覺得後市來說 這方面對內地股市也好 港股也好 都會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 你這麼說 內地股市是否可以再提高一點 見到上證綜合指數 剛剛都是3200點的水平復復 接下來這個位置 其實可不可以這麼說 初步已經形成一個支持 看看是否3200點這些位置 是一個支持位 很難說的 因為始終都同樣道理 始終什麼時候會去減息 什麼時候會有刺激經濟的政策 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所以我都相信 在新年假期之前 官網氣氛會相對比較濃厚 至於內地股市方面 可能更加會留意 究竟在春節假期當中 究竟當地人消費的情況是怎樣 旅遊方面情況是怎樣 這方面會值得關注 但我相信最終 無論是港股也好 內地股市也好 真的要見到有些明確的政策 出到來之後 可能會有明確一點的方向 我們轉看一些港股的板塊 好像匯控那樣 近期被一些陶稅的醜聞 不斷困擾 而歐洲方面都看著 究竟希臘的債務問題 怎樣解決 今天稍後的時間 各國的財長都會舉行 會議相對希臘的債務問題 怎樣去處理 見到其實匯控在歐洲方面的業務都比較多 你覺得這一方面 匯控未來的走勢 是否都會比較大 會較著收住 較大的壓力 股價是否會繼續向下形勢居多 看回匯控現階段怎樣去看 首先第一看到 其實短期後市的表現 我覺得未必會太過差 其實看回第一 講到陶稅這方面的負面消息 都不是甚麼特別新聞 都在上個星期已經出來了 所以有關的負面消息上面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第二你會看回到今天或近期的表現 做好一點兩大原因 第一就是看回到 昨天公佈完的歐洲經濟數據 特別在第四季方面的表現上面 有一個明顯比市場預期的跡象 在從第三季比起上來 開始看到有一個改善的跡象 始終這方面可能會受毀 歐洲央行開始推行這些量寬的政策 可能真的對實體經濟來說 有一個幫助 如果實體經濟做好一點 對於歐元區方面的業務 絕對能夠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 同樣地 整個歐元區做好一點 他們英國的業務都會做好一點 另外就會看回 希臘債務的問題上 其實市場現階段都見到 好像說希臘和德國的態度 都未至於好像之前那樣硬朗 相信最終 其實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如果能夠達成共識的話 不明朗因素的確是能夠消除 不過能夠幫助到股價多少 在這方面來說 我就不敢看得太樂觀 因為始終說匯控 面對著罰款等等的問題 未來的業績 都未必會做得非常理想 再加上你看到 匯控未來 真的看到有個大幅改善的跡象 可能真的要等到聯儲局加息之後 對他們的色差方面 能夠造成一個正面的作用之後 才能夠看到 但是短期來說 相信業績上的表現 都不會太理想 所以從整個技術走勢上面 短期後市來說 當然你看看希臘的政局會比較關鍵 但是 就算有好消息也好 我相信去到50天線 73元這些位置 都會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維持的看法就是 只要不跌穿70元這些位置 是有條件繼續持續的 短線目標我自己會先看73元這些位置 好,這一節 好多謝薩安樂 我們分析了中港股市的投資情況 以及今早港股的投資焦點 剛才提及的相關股份 阿樂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謝謝薩安樂 待會回來我們會繼續看其他股份 待會再見